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是主席、尊敬的行政總管閣下 首先對閣下帶領澳門特區政府所取得的防疫抗疫成績 表示衷心的感謝 今次的疫情我們除了可以看到國家對澳門的支持 也看到政府高候的管治能力 但面對疫情的常態化 首都北京為例為了推動體育產業復工 重振體育消費市場 北京市體育局結合了第12個全民健身日的活動 舉辦了北京體育消費節 通過企業的樣理、平台補貼等等的方式 拉動體育消費 而已經走出疫情的武漢 舉辦了青少年體育博覽會 從提振經濟角度出發 構建青少年體育新興的消費 挖掘湖北體育消費新市場 再比如說台灣地區都計劃推出運動消費抵用方案 鼓勵市民參加體育活動 或者是觀賞運動的賽事 預計可以帶動400萬人次 促進40億新台幣的經濟效益 如今本地的疫情趨緩 澳門的安全水平也相對較高 更應該好好利用這個有利的因素 舉辦更多體育活動提振澳門的經濟 請問掌管閣客 特區政府會否推出政策措施 推動發展體育產業 帶動澳門的經濟複數 好 多謝 請行政長官 好 多謝主席 多謝馬哲成議員的有關問題 疫情之後大家都很關注了我們的身體健康 當然做體育有關的朋友 更加關注我們的體育的發展 這也是我們政府來講 在半屆政府我們都是提倡的 我和很多博彩 我和博彩企業我們都談過 我們有六間博彩企業 我們很希望他們每一間博彩企業 能夠支持兩個大型的體育活動 大型的體育活動 每一間兩個我們起碼每一個月 我們一共有六間博彩企業 有十二個大的活動 我們每一個月有一次的活動 我們不希望它集中在一個月做三次 或者做兩次 細水長流 每個月我們都有活動 而是帶動了我們有關的旅客 和有關的要求 各個博彩企業都很積極地回應了我們 我想在今年下半年我們有很多的 原來有很多場的 排了進去的有關的體育活動 都是因為疫情的問題 參與的人來不到 所以變成停了 但是他們有些可以做到的 我們譬如馬拉松 我們最近的國際兵聯的乒乓波 這些他們都是繼續支持政府 政府去做這方面的工作 所以我們每一年 我們都在這個階段 要去排有關明年度的有關的工作 最近歐陽師長已經給了一個表給我 明年度的十二個月的 有關的體育博彩的安排 安排是很好 大家都是很大的支持 但是問題來講明年的疫情 我們未看得到 歐洲的疫情 其他國家的疫情我們看不到 他們能否來得到 變成我們現在都是一個未知數 做體育活動 大家都知道大型的賽事 不是說一個月的籌備 或者半個月的籌備 一籌備 現在是提早一年 去做這個有關的籌備工作 要跟別人去做booking 要做很多有關的聯繫的工作 所以很多工作來講 我們現在都是比較籌漲在這裡 就不知道做好就是不做好 是嗎? 我們已經很害怕了 如果明年的疫情還是持續 你說為什麼還要去做呢? 但是現在你不去跟別人去預約 你根本沒有期 所以很多事情 不是說我們現在 就是我們說 明天我想做一個賽車 我是不是明天的人 馬上全部都冷了 我前面 立即我下場了 就可以賽車了 這個只是澳門的普通賽車 的飛車 不是賽車 但是我們如果真的賽車來講 真的要有一個國際賽車聯等等的機構 去跟我們作好這個計劃 所以我看到這張表 我到現在 我都沒有回覆到歐陽師匠 我都說我都不知道怎麼回覆 因為他個個都是國際性的 個個都是各批國際人士來的 我現在的疫情 我都估計不到 我現在定了下來 你就要被訂金 就要給很多個問題 但是如果我們不做 明年我們會不會變成死城呢? 很大 很難決定的一個做 我知道每個人都罵我 罵我沒有問題 坐在這個位置一定是遇到被人罵 這個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問題來講 我們真的很難去決定 現在已經是要決定明年做 就是不做 所以這件事真的是一個很大的疑問來的 因為明年的疫情大家看不到 歐洲各個國家都在封城 有些國家像美國這樣去到十五六萬 十七八萬例一天 我們怎麼去定這件事 我現在很簡單來說 很簡單說 什麼都不做 大家就是守住疫情 是不是好呢? 我們的經濟 是不是大家全部 但是你看我 我看你 剛才我說過 四千萬的人口的胃口 我們永遠就是服侍這個六十七萬人 就算數了 我們是否經營得到呢? 這個我們大家希望在座的議員 都大家幫我們去考慮一下 還有提一些意見給我們 就是說不做很容易 真的說不做很容易 第一來講 省錢 不需要付錢 大家開心 不用付錢 大家市民又開心 但是我們其他的問題 會不會衍生了出來呢? 這個就是我們有一個很難確定的因素 所以這方面來說 我都未決定的 到底是 有責任肯定是我負責 要決定了之後 那我也沒有辦法 但是如果你不做決定 到明年經濟一好的時候 為什麼這樣不搞 那樣不搞 大家說很容易 我來到這裡 大家一定會質詢我 為什麼你一點都不搞事 是不作為的行為 那我是不作為了 我不搞當然是不作為的了 所以昨天有些記者朋友說 你諮詢太多了 諮詢疲勞 那我不諮詢 我下一步我走不下去的 我下一步我走不動下去的 所以這方面來說 我必然要做的工作 我肯定要按照我的日常安排 我一定要排出來給大家去做 大家辛苦些去做了這個有關的諮詢 我就可以知道大家的意見 作下一步的決定 所以這方面來說 從體育來說 馬志成議員 在這方面的回應來說 我們政府是很希望 每一個月有一個大賽事 小賽事我不包括在裡面 是一個國際性的城市 每一個月 這個得到我們六間博彩公司的 大力支持 你肯問我做些什麼好 我叫司長那邊想一想 司長想到我出來 到時和你們聯繫 大家都很支持我們特區政府 這方面的體育加上旅遊的概念 所以這方面 我們還會進行有關的持續性的研究 和持續性的聯繫 好嗎?多謝